多久 從你開始 啊很短的 真的很短 那個他們 我們是10月開始的 2009年10月開始一夜 他們到了 到了9月頭還在趕東西 真的是差不多啊 差不多 差不多啊 真的是 你看Terry Terry跟X 我們另外一個老闆 他們真的是 每天都在 趕 為什麼這個他沒有好快的就是 差不多啦 以前因為我們在 我們在那個 我們在FUNKOS 那個時候 我們在台灣紐約 相對很大的 那個其實 有機會一來的時候 我們帶你過去嗎 因為 他那個20年前就已經蓋了 20年前就蓋到非常大了 但是我們每一年都要整個 因為我們只有 已經營業4個月到5個月了 每年是冬天到3月才開始 嗯 4月老闆就開始吹 哇還沒好這個還沒好 這個還沒好 全部都要重新再整一個 就是差不多啊 所以我想要幫你 有時候 要蓋東西 會到後面才開始 加速 因為進度歸進度 有時候遇到天氣 遇到什麼 如果你們有好像 兩層樓還是三層樓的話 你們就要 可能可以 部分性的跟他 一夜先 就是你們可能讓 一樓先 一樓先開始 好像我們到 我們已經開了兩年了 可是我不敢帶你們去我的三樓 哦 慢慢開放這樣 對 因為我們的三樓 我們還沒有一個很好的一個Concept OK 我們要有一個很好的Concept 然後才開 所以我們 我們的那些Focus 就是在 一樓 這樣 第二樓已經好啦 是 我們 可是我們通常都不開 開一個人上去 除了拍的部分 就是有一些特別的活動 還是生日會 還是人家結婚 還是什麼 我們才開二樓 嗯 嗯 還是我們有什麼Concept 我們有 音樂會的話 二樓就變成一個 比較VIP的地方 嗯 你們要去換衣服先 好 OK 你們盡量享受 好